那先开始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真的是 鬼屋特辑中被吓摔了 平时胆小吗 能看恐怖片吗 那个鬼屋啊 其实我平时呢 胆还挺大的 而且不看恐怖片 就是如果说 就是我对于突然出现的东西 是很恐惧的 就是那种你不可控的东西 然后那一刻 其实不是我摔倒了 是因为我腿软了 对就是没有站稳 真的是没站稳啊 就是就滑了一脚 酿呛了一下 我们来看 第二个问题 粉丝给你的礼物啊 信啊 有印象最深刻的吗 其实这个呢 每一封信我都会看的 印象深刻的 有 但是我呢就不 再次点名了 也不再次做的太多的 这个我们的Q这位同学 但是很多同学的他的信 写的非常有创意 有的同学是用了信纸 是古风啊 古典啊 或者很精美啊 这样子 有同学是内容写的很好 然后有同学又走朴素风 反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打法 我觉得都很好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可能就会有 比如说有在信封里面塞东西的 塞了一个那个贝壳啊 上面图案啊 画着 对还有很多就是有意思的信封 然后还有写段子的 对 然后礼物的话真的是 哎 你刚刚看到你们说 有说那拼图的 哎呀 你们真的要搞死我 我活这么大 跟你讲 我从来没有拼过一次 从来没有拼过一次拼图 这次 叫什么 第一次拼拼图 把处女拼就献给你们了 好不好 那个春白地狱 我一定会完成它的 千块嘛 不就是一千块嘛 对不对 还好还好啊 嗯 啊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呃 大家都说你是超级大直男 你能不能用超直男的感觉 给大家演一段土味情话呢 哈哈 嗯 这个土味情话呀 土味情话啊 啊 那就给你们讲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直男的一个 特别特别土味的情话吧 啊 之前我讲过一次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注意过啊 啊 就比如就是 其实 我呢一见你就很害怕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怕老婆 啊 啊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那个你们挺住啊 对不对 那个如果有未成年的朋友呢 啊 希望你们能自动过滤一下 好不好 哈哈 啊 这个够不够土 够不够直男啊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啊 你是否能现场给我们唱一段最近喜欢的歌呢 啊 唱一段最近喜欢的歌啊 你们听到我念的问题了吗 啊 就是 就是说像现场唱一段最近喜欢听的歌啊 我最近喜欢听 呃 喜欢听的歌 我最近听那个病变听的比较多 啊 是 真的是 是那个 有天我睡醒 发现我的身边没有你 啊 请允许我 打开一下音乐啊 我找一下这首歌怎么唱的 啊 不能在这边放啊 病 病 啊 我第一次做语言直播呢 别人紧张 希望你们能够谈解一下 好 哎 不好意思 我一激动把那个音乐给划掉了啊 请稍等一下 你们现在有没有听到音乐声音呢 听到了 没有你 在我的右边 是你曾经想到的玩具 可现在让我感觉像蓝剧里的主演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 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 还想着 还想着 转发我的宇宙 我 就 对我 惊恐 你让我 整个人都 变动 才怎么 都在 为你 心动 违离开我 离开我 开心的起点 可能我还会对你贪念 疯癫 疯癫 那也是过去的画面 看往后的节点 其实呢 你们听到了吗 因为我只有只有一个手机啊 然后我就 就在这儿 就来回切 我看不到你们那个评论了就 现在我又切回来了 我觉得具体呢 我们佩瑶也翻唱了一次 对不对 可以去听听他唱的 那个他是专业录音棚录出来的 效果更好一些 紧张死我了 好 OK 他说 粉丝江江华 想问我参加什么项目 我比较喜欢体育项目的 你们都知道了 就射箭嘛 就是 不是我们在奥运会上看到那种弓箭 就是 那种叫竞技反取 我平常都是玩 传统工 就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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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器 呃什么都没有 就一根木杆 对 那种弓箭 呃 呃 也不在乎准不准了 在乎的是那种撒放的快感 还有姿势 还有姿势 还有速度 这样子 模拟自己像古人一样 这是我平常喜欢的运动 我呢 不是很喜欢球的运动 呃 就是 啊 对 我呢 就是不是很喜欢那种来回奔跑 呃 但是 好像这次运动会啊 我们不可避免的会有奔跑的这个项目 嗯 到时候请为我加油吧 我呢 会在很西面的情况下完成这一次挑战的 啊 呃 我们接下来再倒数一下 然后再定住 看看这个问题是什么啊 五 四 三 二 一 哎 哼哼 哦 看一下 呃 哎 你们都在说 都在评论是什么 OK 看到一个 呃 一个问题 这位同学呢 叫韩木博的最优秀的头 哼哼 这个同学你这个id真的是很魔性的跟你讲啊 呃 再问我们好多好多问题啊 啊 7个问题 哼哼 有点可爱哼 啊 呃 我 那你问太多了 好吧 我在这个里面挑出一个问题来 看一下 什么时候 好的 我看到他发了七个问题呢 我们抽出两个问题来 他说用一首歌来表达对粉丝的爱 然后他又问了一个问题是唱歌给我们听 那我觉得呢 这两个可以合并成一个 啊 鉴于我们这个 这个这一part环节呢 我怕进行太快 对 然后我就决定 呃 呃 我们把刚刚那个病变唱完好不好 你们觉得可以吗 我尽量把它唱完 好不好 啊 就就就就就是那个我觉得也很适合我们之间 就是哎对自己拿换一下那个情况啊 从头来 有天我睡醒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 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 可当我站起身边的房间里寻找你 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 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 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 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 还是想着撞到你的宇宙 你也想为我清空 你让我整个人都冰冻 还怎么再次为你心动 We got me不是你的意愿 回开我开心的起点 可能我还会跟你贪恋 谁让你今天让我疯癫疯 那也是过去的画面 看往后的几天 我猜你也不会出现 我回想着经验 就像是要命的病变 你可能听不见 来自他物博的挂念 你可能有点累 觉得对不对 这是第几次在为你宿醉 没了我肩膀 在谁身旁 把礼物变成了灰 尊敬我多想把你变漂亮 看着别人像你的模样 没关系 有小熊陪你看月亮 我已经刚刚跟你断定的过程 但我假装看不见 是不是要变得像个离鬼 你们可以听得清吗 你们可以听我唱什么东西吗 啊这是我第一次跟着唱这首歌啊 呀好紧张啊 没有你 那我继续咯 那我们把我们把这个rap部分呢 交给人唱 我感觉小兰剧里的主演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 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 我不能够停止啊 这信念我对你的疯癫 我很好奇啊 你们觉得这首歌好不好听啊 其实我平常就是 就是听的歌呢都还是蛮传统的 都是 就是比如说 林净杰啊 很多韩国的歌啊 然后呢 就这首歌呢 其实是 左叶和皮瑶 两个人就是来回来回来回来过 安利啊 来回来回在这放啊 在我们当时就是在比赛的时候呢 在你们宿舍来回放这首歌 哎呀我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啊 我觉得旋律啊 哎 很优美 是我喜欢那种走向的 然后就把这首歌记住了 就出现猪坑了 就在昨天来一起看我们的照片 可是在让我感觉小兰剧里的主演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 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 这首歌好听好听好听 嗯 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这个环节 然后呢 哎 真好还剩最后一个问题 还好 我觉得我最近我最近特别喜欢语音直播 就让你们看不清我的脸啊 其实我现在好吧 啊 OK 我们倒数啊 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啊 啊 好多问题啊 怎么你们都喜欢问那么多问题 啊 好吧 我看很多人很好奇一个问题就这是我们这位同学叫七个咸鱼 哎 这位同学同学的头像有点有点有点眼熟啊 啊 他问他问了好几个问题啊 啊 比如大家问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新家墙上会贴的喜字呢 啊 其实那是人家房东留下来的啊 对 啊 那个是我们就不好接啊 对不对 啊 吴总会出新歌吗 我们会有歌的啊 请敬请期待 这个对 包括我们的剧情DV这个也会有主题曲啊 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 嗯 什么时候和他就合作一下啊 啊 我其实我一直很有意义和他就合作一首歌就是 啊 但是呢 因为我们平时拍摄的人太多了啊 而且他就他有他有自己的一些的拍摄工作 呃 但是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希望能和大家就一块出一首作品 嗯 啊 他为大家都求了一个就是福利吧 我觉得是就是录一个早安或晚安的语音 呃 我记得这个语音我之前录过一次好像是在你我带 然后呢 现在我们在这里呢 啊 再录一个吧 怎么说到现场呢 给你们说一个 嗯 哎呀 不行好羞耻啊 啊 到了晚上11点呢 你们就可以把手机放下 然后躺在床上 什么都不要想 祝你们有一个晚安的梦 啊 有一个美好的梦 然后 能睡个好觉 早上起来呢 神清气爽 神清气爽 我怎么怎么了 我好像最近被情分传染了 啊 早上起来呢 神清气爽 啊 总是一定就是要规律生活 好不好 我好想着的 我好想着呢 我好想着这些人 我好想着呢 我好想着这些人 我好想着呢 我好想着这个员 我好想着这个员 感谢观看